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咨询提供 然后今天找笔没那么累 好 废话不多说 那今天继续我们的钢笔视频 钢笔是这一根是那个英雄89 那整个你会看到颜色有什么选择 我真的忘记了 可以去淘宝找一找 当然连接我会附在那个评论的那边 这一根的话是一个那个 有点像那个万宝龙1912的那个伸缩钢笔 那长度的话 反正你现在看我手拿 应该也能看得出它是比较短的一根笔 那我的内容钢笔无印 对比一下先 然后就看到完全不到那个11厘米 然后那个整根笔的那个直径 也不算特别粗 就你会看到就比无印这根小一点点 细一点点而已 但无印这根笔本身也不算特别细 那首先我们先拿上手 我拿起来反正就是真的很小 另外一个就重量来讲适中吧 不算特别轻不算特别重 对就这样 嗯 不没有那种怎么说呢 没有没有塑料塑料比那怎么那么轻 比较上面我们能看到有一个一个英雄的标 然后比较的话 就是这里会有点小收的这样子一个曲线 当然装不是很大 比较的话我觉得挺适中的 这个就是对不会太紧不会太松这样 笔的话反正就拿起来的话 放在应该放撑伤撑伤口袋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笔头的这块有一个镭射的光标 应该不是镭射光标就有点凹凸的 这个应该是呃屏幕上面应该是能看清楚的 笔尾的话也是一样有一个呼应 这样子前后呼应一个大一点一个小一点 这样子一个情况 呃 然后呢 现在我们把笔对拔开一下 对就这根笔有点像那个万宝龙的1912 呃 对 就是一个安全钢笔尖吧 就是所以你一开始把它说看不到 呃 我当时也是因为这个 然后就买了 就是和观众给我展示一下 呃 非常感谢这位观众 呃 然后呢 这根的话 他呃 他叉是怎么叉是这样 哎 对 就直接用力就可以了 但是他很奇怪的一个地方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现在这么叉对吧 书写上面来讲 我应该觉得他我即使这么压啊 不没人会把根米这么压 这么写也是没有问题的 收的话反正他就这样子收 哎 你看到这样子弹出去 在这个位置这样子弹弹出来 我们再来一遍 这边 然后这个笔对 呃 对 你要看到笔握什么都会弹出来 但笔握我觉得可能有点小细这样子 但这一块的话反正就是你要看得到 对就空心了反正就是什么都看不到这样啊 然后这个的话反正就没有任何的卡损或什么的或旋钮什么把它选紧这样子我现在选啊 那选不紧这样卡 也是也是不行 但这个应该他的那个松紧都还是可以这么写 反正是挺有意思的一根笔这样子 然后呢就呃我打开我打开一下那一个呃就是对没有没有没有那个笔帽 然后看一下他的长度是多少 呃对刚刚走开了一下 所以你看太阳方向变对12厘米其实这个长度还是还是不错的呃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另外呢他上墨呃 但他反正盖起来的时候就直接这么点我不知道会不会上笔尖了这根笔也没有完全去拆过或者怎么样的 但笔我拿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有点细小细小然后这根笔我捏起来的时候很硬就是很结实的感觉 笔尖的话反正就是正常的钢尖的因为这一价位的话反正也不能祈求说上面尖那个尖的话装饰性做的有多强 那现在把这个笔给打开一下直接这样旋开就可以了 那旋开的话反正挺意外就直接这么旋开就可以了 但反正这个结构我不太懂他怎么样 反正就我现在这么盖上的话 对他还是冷的听一下声音 对反正那个反正我不太搞懂 可能是说里面的这个黄铜他是可以动的啊 然后这个就正常的一个笔尖对吧 反正就捏底压色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那我们就先上下墨吧好吧 上下墨然后一样写了几句话上次没有人有评论什么这句话怎么样的 那我就照着照写那个吧 呃对 哦呀然后轮到前面给你们看看反正也是大概上一下这样子反正也 不会伤太多啊 因为最后还是要洗笔这样子一个一个情况 好那个啊对个人喜欢干净 然后这个我先放开一下这个墨水这个东西你们懂得一沾到水的话 基本上就没有办法那一个不好洗 不是说没有办法洗 然后这个先好的我要弄到手 每次都是这样子就是 如果钢笔能把这个问题有一只钢笔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吧就好了 但说通常我用的总程度比较大 就是他就是我个人比较反感这个问题 那行我先把这个字给写一写啊 然后再讲怎么样 好的好的写完了 然后首先这根笔的话写起来就是还是要没有任何阻力感很滑 但是有一个东西我一直很困惑就是说贵的笔跟便宜的笔吗 就贵的那种金尖笔他的那种滑顺度跟钢尖的那种滑 呃完全真的说实话真的是两回事 呃然后这个笔我轻一点写对可以细 然后我我我深一点写对他这个其实反馈度还是比较好的 当然主力感一般般 但写起来反正很奇怪 就是说呃反正低于300人民币400港币 呃然后或者1600的一个台币这样子一个价位的话 就写起来就刚见那个没有主力感那个滑顺度写起来真的很怪 那现在写反正总体还是可以了没有问题 反正书写上面一定没有任何大问题 呃但是主力感我现在轻轻的会有一点 但是如果我中我中压的话 这个反正就很奇怪这个感觉中压的话 就那个滑但是又不像那种金尖的那种滑 所以刚见个人来讲还比较喜欢就有阻力感的这个 那笔呃写起来的时候控制性不是不是特别强 因为这个笔也很细 而且我刚好拿的时候 这个地方有点小卡 然后拿起来就感觉怪怪的 就是不是不是很顺手 那个但娱乐性会更强 这根笔呃另外的话有点小细 真的有点小细 因为平常拿这个的话就这样已经算是比较细了 然后现在再来拿这个的时候那就更 真的更细了 那所以说呃写起来的写不适合就说呃过度长期书 呃长期书写 那可能是说呃我觉得一两个小时反正没什么大问题 当然上书者呃不折笔这是肯定的 所以要个人个人喜好的这个真的是 那整根笔反正还是ok的 那而且就这样子小小的他这样子拿反正不会说很松 你看 对反正出息也是可以的 我也是ff间这样子 呃反正就是拿出去 然后放在一个笔带里面呃就是出用还是ok的 但是说如果当做一个身份象征的话 这根笔还是那个差那么一点点 对还没有无印这根的那个象征性这么强 对啊对那今天的这根笔 那视频就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给我 或者想交流的可以叫我微信 对好的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